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出國旅遊或者定居 他們的一些行為被西方人視為怪異引人反感 比如中國大媽在紐約公園跳健身舞 因為噪音太大被警察靠走 再如7000人的中國旅遊團降臨洛杉磯 在廣場升中國旗唱中國歌 還有中國商人陳光彪到紐約登廣告聲稱 給美國窮人提供一頓免費的午餐和派發先金等等 都令當地人覺得不可思議不知羞恥 美國媒體去年8月曾經報導 紐約布魯克林的日落公園成為華人 晨戀 休閒 健身的重要場所 他們大多喜歡在音樂的伴奏下大跳集體舞或交際舞 引來周圍居民的抗議與抱怨 有人多次報警 警察趕來將領隊靠起並開船票 現居美國的電影編劇 美國北大筆會副會長何哲認為 某些中國人素質很低 不懂得關心別人 不懂得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今年5月 來自一家傳銷公司的7000人 搭乘70多個航班 分批抵達洛杉磯 他們在洛杉磯匯聚 召開大會和晚夜 據了解 這個旅行團預定了當地30家酒店 1萬2千個房間 估計為酒店帶來了8500萬美元的收入 這7000人在洛杉磯合影 同時齐唱國歌升國旗 數百人同時過馬路 場面壯觀 引來不少路人圍觀 接著今年6月 中國商人陳光彪來美國紐約登臺表演 他在紐約時報上刊登廣告 宣稱要宴請窮人免費午餐 到場的人還將發給現金300美元等 他把自己的照片和雷鋒的照片並列在一起 宴請窮人那天 陳光彪讓當地一幫華人 和幾位美國流浪漢穿起當年紅軍的軍裝 由於場地限制 眾多流浪漢被擋在餐廳門外 引發不滿和抗議 事後與陳光彪合作的慈善組織紐約市援助會 公關理事米歇爾托爾森向媒體表示 如果早知道陳光彪要給流浪漢獻金 是不會與他合作的 美國與中國的媒體和網民 對陳光彪到美國表演 有各種各樣的評述 但都不約而同使用了怪異這個詞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權研究所訪問學者古川表示 某些中國富人在美國的表演 實際上是為了配合中共官方的宣傳 背後可能有官方的支持 陳光彪在免費的午餐上帶出來兩名被毀容的母女 今年年初陳光彪到紐約上演收購紐約時報鬧劇的時候 就曾經帶著這兩名女子亮相 當時他們對媒體宣稱 他們是2001年在天安門廣場自焚的所謂法輪功學員 不過他們的真實身份令人質疑 2001年國際教育發展組織在聯合國的報告中已經指出 天安門自焚事件實際上是被策劃導演的 何者指出 外媒或許沒有意識到的一點 陳光彪是一個政治人物 不是慈善人物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導說 就在有錢的中國大媽到外國大跳廣場舞的時候 沒錢的中國大媽正為社會的不公和生活的艱辛苦苦掙扎 近來 有四位中國大媽跑到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前 拖得一絲不掛 為受迫害的兒女喊冤 人們倒不覺得他們怪異 只感到震驚和心痛